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节 耶和华如此说 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 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 他曾在旷野蒙恩 今天耶和华为你带来了安息 所以你不要烦躁不安 不要紧张 不要忧虑 你没有理由要烦躁不安 相反的 你将得到了安息 你已经从那叫你忧虑的原因中 得蒙了拯救 已经脱离了刀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不论那刀剑的性质是什么 但这刀剑恐吓你 它要报仇 它要降灾祸不幸于你 但这刀剑已经被挪开了 因为你曾在旷野蒙恩 纵然你感到自己有如身处旷野之中 但其实你却是在神的倦爱之下 你应该以喜乐来代替忧虑 以平安代替烦躁不安 因为今天的经文正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今天所需的 耶和华说 我使你想安息 你曾在旷野蒙恩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节 耶和华如此说 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 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 他曾在旷野蒙恩 他曾在旷野蒙恩 你曾在旷野蒙恩 我曾在旷野蒙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